进来 董事长,你招了 是啊,店长,我想问你一下 我们村的这个工程,你准备得怎么样 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就在这开工啊 那就行,对了 我下午想回老家一趟 你给我准备一套农民工的衣服 你要穿农民工的衣服回去啊 董事长,你要是穿成那样回去 那你们村的人也不知道这条路是你投资的呀 店子,你不知道,我都出来这么多年了 也没为村里做过什么贡献 现在是时候我要回报我村的 他们知不知道,并不重要 我自己心眼里面就行了 那行,我明白了,董事长 那下午我陪你一起去 那行吧,你先去准备吧 好 这么多年没哭去 也不知道我们村现在变化大了 董事长,这里就是你们的老沙呀 是啊 你说,我就是这么多年了 这家乡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是啊,现在农村发展也挺快的 就是这个路不太好 这次你修了以后 这村里的人来得回水也方便了 不讶了 是啊,我就是这么长的 行了,先生,你不用跟着我 去车上等我 什么事,不请你打电话的 那行,董事长 回去吧 哎 你家里还快起来啊 你家里 你家里 你怎么对不起啊 婶儿 婶儿,还真是你啊 一号 原来是蓝蓝呀 我当是谁呢 婶儿,是我 你看,我的出去这么多年了 现在,别想家了,就回来看看 蓝蓝,也不是谁说你 你自己也知道你出去那么多年了 就穿这儿去呀 你不会在外面是捡垃圾的吧 婶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我觉得穿的挺好的呀 好什么呀 这说白了 这就是没钱呗 连衣服都卖不起了 我问你 是不是又回来借钱的 我告诉你 我们家可没钱再借给你了 婶儿,你别紧张 我这次回来不是借钱的 我知道 当初我要出去的时候 我叔给了我几万块钱 我也一直是特别感激你们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你们了 想看看你们 说得好听 想往我们了 回来看看我们 我看 你得回来脱了我们了吗 借我们家几万块钱 多少年才还呀 还有脸说呢 当初 你说借给你钱 我就不松意 他非要借给你 要不是你借我们家的钱 我们呀 别人强得多 没话说了 看你那美术一得一张 我告诉你 这次你回来 别去我们家呀 婶儿 为什么能这么说呢 你说咱们都是天 我去你家看你们 不是应该的吗 还有啊 我听说 这孙宝儿快要结婚了 我这次回来 也是想参加他的婚礼的 你行了啊 打住 我告诉你 我儿子结婚 可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参加婚礼 我们家 因为你这种窮心你 你以为你是谁呀 他参加我儿子的婚礼呢 妈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呀 这不是那个奶奶吗 大叔 借咱们家几万块钱 要不是他当初借咱们家几万块钱 一直不行的话 你爸早就叫你去外面做大生意的 哦 我知道了 懒懒解是吧 你还知道回来呢 哟 这这这怎么穿这一身啊 儿子 你别光看他 穿这一身 他刚才说 回来参加你 你的婚礼呢 你说什么 他 参加我的婚礼 可辣倒吧 我告诉你啊 你别去 我的婚礼可不欢迎你这样的人 陈宝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你唐姐呀 这我参加你的婚礼 这不是好事吗 你怎么还不欢迎我呀 欢迎你 我欢迎什么呀 你知道我现在是在咱们村干什么的吗 啊 现在我儿子可有出息了 这个大工程 现在他是他是老板了 可不像你 出息那么多年了 看这一副没出息的样子 哼 刚才你说东宝接着这大工程 什么工程 什么工程关你什么事呀 你关他蒙东干嘛呀 妈 告诉他 也没关系 我跟你说 咱们村修的路 你知道这是修的吗 天龙鱼团 天龙鱼团把这个工程交给我了 我现在就扒风头啊 你接着那个工程啊 天龙 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啊 那当然了 我儿子就是某有本事 不像某些人 一回来啊 就知道跟人家借钱 也不知道丢人 是啊 说的就是你 妈 你看他穿这一身 正好啊 可以去我工地上干活 儿子 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了 他穿这一身衣服 是不是 这错关系 会进你的工地上去了 可别让他去啊 哎 是啊 这要让工友知道了 他是我姐 我可对不起这人 我告诉你啊 赶快从我工地上滚呐 你们 我都不知道说你们什么好了 这几年不见 你们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呢 眼里只有钱 没有清醒 清醒 钱是什么 钱才是王道 没钱 什么也不是 清醒 清醒那只几个钱啊 那大饭吃 就是 你们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怎么这么见钱眼开呢 喂 林秘书 什么事啊 我是在这呢 你的特别紧 你说什么 总组的工程 他脱工减量 我问你 工程头 知道这件事吗 你说什么 就是他这么做的 行 我知道了 孙宝 我问你 你刚才说 你建了村里面的那个工程 你为什么要偷工减料啊 偷工减料的毛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我儿子的本事 就是 关你什么事啊 你管得着吗 我不偷工减料 我能挣钱啊 你就少说两句吧 那个工程 明明给你留的力量特别大 你居然还偷工减料 你这样还有没有诚信啊 谁还会给你做生意啊 这可是给咱们 他自己救的路 你居然还偷工减料 真吗 你们想调心呢 但凡工程上出了意外 你能承担这起责任吗 关你什么事啊 你能管得着吗 就是 你还偷工减料你 我看你就是欠收拾 今天我就收拾收拾你 你干什么呀 你说干什么呀 是呀你乱说的 你干嘛呢你 李秘书 你怎么来了 李秘书 你别管 这是我姐 没事 董事长 你没事吧 李秘书 你说什么 你搞错了 她是我姐 一个穷光蛋 是啊 你说什么呢 她就是天龙鸡堂的董事长 我还能认错 你们村的工程 都是她投资的 啊 不是 怎么会这样呢 哎呀 奶奶 奶奶 这天龙鸡堂的董事长 就是你啊 这你一回来 怎么不告诉谁呀 你说你这孩子 这真是的 是啊 姐 你看看 没有想到 你竟然是天龙鸡堂的董事长 姐 你穿这身 肯定是来施加工作的 你看我怎么没想到 我姐这么有本事 姐 那个 你放心 这个工程 我肯定能负责好的 闭嘴吧 孙宝 现在知道我是董事长了 你又这么套近我 早干什么去了 孙宝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的 你知不知道 你是怎么得来的这个工程 都是因为我 我想着 你是我弟弟 之前我叔帮我 我一直记得你们的好 这一次 我就想着报答你回家 让你接着这个工程 没想到 你必须来透过减料 孙宝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的 奶奶 你越生气 这 孙宝呀 确实做错了 回去我好好说过她 不用了 不用了 婶 你不用做什么这么多 我这么多年没回来 我以为你们会记得我 记得我这个人 咱们还是一家人 可是我没想到 你们眼里只认钱 不认人 根本就没有亲情 我对你们真是太失望了 孙宝 这个工程之前是我报答你 才会给你的 现在我收回了 这个工程我都要给她的 没有你的份儿的 奶奶 姐 奶奶 儿子 怎么会这样啊 这个怎么办呢 这是我怎么知道呀 都怪咱们两个 为什么那么要说她呀 谁知道 她 她竟然是添了你 她的董事长啊 妈 这个怎么办呀 可能怎么办呀 赶快回去 让你爸 给你奶奶姐 打个电话 好好说说呗 这我要是 跟我爸说 痛苦减料的事 我爸肯定在打我了 别说了 走吧 赶紧回家 走